明电视台 什么电视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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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快乐 一下肚子痛 一下脚痛 所以 没有一点点快乐可言 但是我们是学佛的人 就像今天下午 假设我们就要死了 病来了 肉体死亡 心如果没有死掉 心如果还在执着 痛苦依然在 所以安乐死 在佛教的定义是一种自杀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业 这个也不能逃避的 如果觉得生命活得很痛苦 那每个人都去自杀 那并不是自杀可以解决问题 释迦牟尼佛 故意要谈到这个生命痛苦的问题 所以生命的痛苦 来自于痛苦的因 要消灭这个痛苦的因 生命的痛苦轮回才会停止 请问生命痛苦的因是什么 是什么 说个多些 对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还在贪政治呢 生命痛苦的因 那就是因为无名 不了解万法的本体空性 不了解一切变化无常 你硬要去改变它 你硬要去抓住它 这就是无名 所以对不应该执着的 产生爱染 我要抓住它 我要排斥它 这个就是生命痛苦的因 所以因为无名而起得贪嗔痴 所以而生口亦造业 这个才是生命轮回痛苦的因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断除这个 你千万不要想要抓住什么 所以一个男人想要抓住事业 结果失败了 一个女人想要抓住爱情 结果失败了 就像凡夫执着这个身体 请问这个身体最后会不会失败 一定的 会老会病会死 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 这痛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如果你把痛苦是 因为老公有外遇 所以我很痛苦 你讲这个话 不负责任 没有智慧 如果你不执着 哪有痛苦 就是因为你去执着 你要爱我 你要对我好 你要给我钱 你要给我地位 今天一个总经理突然被换掉 叫他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他开始很痛苦 我觉得佛教很好 因为这个痛苦 你要去找痛苦的因 原来我执着总经理的地位 原来我执着我这个脸长得漂亮 各位等一下开车回去 搞不好会毁容 车祸 你最好开车还要戴个安全帽好了 但是 它是会变的 你本来是个运动健将 搞不好腿会断掉 这个叫什么 来 你也叫 一切无常 变化无常 没办法控制 这个是真理 你把它记起来 好不好 记下来 记下来 不要等到事情发生 阿阿阿 阿弥陀佛 所以 那天有一个菩萨跟我出国去旅游 很快乐 回去以后好像感冒 结果 马上送医院开刀 为什么 癌症 假装 现癌症末期 不开刀就会死 家里很有钱很漂亮 一死 可不可以接受 你不能说 哦 好在不是我 你妈拍心 你要说 那个人就是我 我可以接受 肉体 生病 死亡 但是我的心呢 我没有癌症 所以肉体我的夜暴 就算生命剩下一秒钟 后来他们问我 那师父要跟他讲什么 当你去出国玩 看到那佛像很庄严 就想这个就好了 身体交给医生吧 活起来 继续做好事 死亡了 正好超度 去极乐世界 放下 放下 放下不是放弃 放下是 放下对 这个地位 爱情 外表 身体 生命的执着 这个叫放下 但是呢 你唯有放下的智慧 你才有 慈悲的能力 去处理这个事情 去圆满这个事情 你稍微有一点 执着 就是自我保护 那你就会伤害到对方 那我想各位今天 愿意来学佛 特别这个地方 我当初很喜欢这个名字 来 洪华院 洪阳佛法的 不是在卖纳古塔的 不是在搞钱的 所以 因为我认为 法才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出家人 是为法而奉献的 不是为 为钱 为寺庙 为信徒 这个法就是 众生平等 各位要 自己做好决定 因为我发觉 老实说 现在这个时代 是什么 来 念一下 夜报来了 各位准备好 原青在走 都在后面 拿着枪 拿着刀 准备 稍微一点点 缺 洪理 为什么 科技发展的 业快 资讯发展的 业快 业障来的 业快 对不对 哪有一个 同级犯 故意把相片 登在广告台上面 那我们现在 大家都有 脸书 脸书就是 把你的脸 登上去 全世界 完修人都要找你 爱你的人 也会来找你 恨你的人 也会来找你 你本来没有脸书 还可以 慢一点 脸书 你有脸书以后 提早曝光 业细人 你还完修 这样 哦 哦 在那里 在那里 他要来找你 所以这个时代 所有的业报 会加速形成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真的要小心 所以 不要起心动念 业报来了 赶快忏悔 你稍微怪对方 那是你不对 哇 业上加业 请记住哦 被开除了 被抛弃了 被批评了 被冷落了 哦 宵夜长 宵夜长 念一下 忍辱是力量 智慧得解脱 慈悲才是快乐 碰到来 你就要念 我首先要安忍 那根本没有 我被欺负啊 那个也只是 一个夜报啊 暂时的 那你有这个 智慧就自在 怎么办 用慈悲 去对待对方 这个方程是 你一定要记下来 记下来 忍辱 智慧 慈悲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一直研究佛法 各位读心经啊 刚刚各位念大悲咒啊 希望所有众生 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和得到观自在 正的空性 唯有正的空性 才是超越苦难 唯一的方法 如果你执着 这个身体是我的 爱情 家庭 地位 国家 是我的 那你就是没有空性 很可怜 读法 无我 这个世界 有没有我的东西 有没有 没有 你哭什么 你笑什么 你想要抓住什么 那这一点 你一定要去思维 如果你不去思维 你会被卡住了 我的车子怎么被划一条线 我的女朋友怎么跟别人讲话 就像我昨天看一个画面 我都看了两次 我觉得 真的很可怜 泰国呢 一位24岁的男生 大学生 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 对不对 然后他就拿着枪 你不要跟我分手 那女孩子还不要管他 他就 响响 死了 那女孩子视角朝天 都不好看 死了 来 法会功德 好像被枪杀的女人 杀人的男人 找得解脱 翁啊 昨天我们高雄南部 台南嘛 所以各位要关心社会 这也是慈悲啊 看到众生的苦 赶快回光返照 也赶快多回向给他们 这个男生去 去执着到他的老板 女老板嘛 是吧 然后去踢他的门 老板也不理他 然后就一直踢 他爸爸就赶快出来 儿子不要这样 儿子不要这样 然后他小孩子 还真的把门踢破了 要进去找那个 他的老板的女人 他执着他 喝醉酒了嘛 表达他对他的爱 他老伯觉得 就没面子 赶快拉拉 后来没办法警察来了 只好把他抓到警察局 但是他爸爸就越来越难过 也越想越痛苦 就在他们被放回来的时候 点汽油自杀 死在他儿子面前 而且他女儿也在旁边 然后死了 这个爸爸很痛苦的 知道自己儿子做错了 又没办法 这个也是个执着 爸爸这样死 当然不好 儿女看到了更不好 为了一点点爱情的冲动 喝醉酒 就犯下这些事情 那当然这也不是他故意 为什么 夜报来了 那些鬼神 就会推着他去做这个 让他去自杀 让他去喝酒 让他去发生最痛苦的事情 这些人在旁边看 我好快乐 所以各位 这个世界 很可怕 等你一下 恐怖情人 你谈爱情恐怖就来了 恐怖情人 你们说 敢在我嫁就好了 所以爱跟恨是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所以执着跟痛苦是连在一起的 放下才有自在 那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 慈悲才是唯一的快乐 执着的爱情是痛苦的 不管你执着什么 所以像我们中心那么多 我经常跟他讲 换人做联络人 哇 翻脸了 我说你都还没过关 代表你很执着 所以你不适合做联络人 因为你执着 我不过打个电话 电话不过是声音而已 你就避免了 那你还适合做佛教的会长吗 佛教要有空性的人 才可以住持正法 那你都放不下 师父就说 明天换人做 谢谢师父 我正好修行 那这样就对了 你要说 不行 为什么要换我 如何如何 我跟你翻脸了 那我就说 你看嘛 所以你没资格做 用这种执着的 懊恼的 占有的心态 你去做什么都不适合 所以我想一个人要推动佛教 不分在家出家 那你要有一个无我的智慧 你要安忍 虽然知道我会生气 但是我要忍 这是错的 我本来就不能执着 这个叫知见正确 有空性的证见 虽然我们还没有所谓 正入空性 但至少知道 我执着了 我起无名了 这是我的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保护你的无名 保护你的烦恼贪嗔痴 那这个叫没惭愧心 就没有在修行 所以如果你没有碰到事情 你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在修行 所以各位 障碍好不好啊 没有障碍就没有处理心 没有障碍就没有大悲心 佛陀的教法 很简单 念一下 三世诸佛 以苦为师 就没有这些痛苦障碍 怎么会有佛陀呢 怎么会有人开智慧呢 怎么会有人去慈悲呢 所以我想各位来参加法会 千万不要要求顺境 这样啊 我们只能说 妈妈生病了 当然希望妈妈好 但是呢 她心里能够超越这个病 这才是最她最好的解脱了 她死亡以前 能够把累劫的恶业消除掉 痛一下 但是心里有惭愧心 赶快转个念头 念阿弥陀佛 这个很重要啊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念大悲众 你不要执着身体在痛 感情在痛 你应该这个时候 去想极乐世界 对不对 做个焉供可不可以 去供水啊 去供灯啊 去念佛啊 去拜佛啊 去读经啊 都可以啦 因为世间本来就是 变化无常 是苦的 所以痛苦来了 我赶快把念头 定在三宝 念一下 念佛 念法 念生 快不快乐 这个叫极乐世界 子日世界就念这三个 所以叫极乐世界 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 还在念老公 念老婆 那就不叫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让你 不会去念这个 所以你如果当下的心 保持在念佛 念法 念生 就像昨天我们传八观灾戒 八观灾戒 为什么 心尽乐 枭枭 再念一次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天 念戒律 念布施 快不快乐 快乐 快乐来自于保持正念 就这个意思 当然 所有的 最重要的是法 空性 我们念佛就是 加持我们的心 能够回复到空性 叫念佛 我们念生 是希望 我们去学习出家人的清净 或是学习菩萨的慈悲 叫念生 这样我们就可以 超越世间的痛苦 所以我想 希望各位 保持当下的快乐 从刚安到近来 甘露事实 要事严供 供水供灯 大家念诵 祭送 念大悲 快不快乐 快乐 这个就是 希望 当下 及永恒 随时保持如此 那看到别人不好 对他慈悲 你很可怜 对不对 你怎么这样做呢 这样骂我 伤害我 你在造恶业 不是生气 了解吗 如果你一生气 对方批评你一生气 那你也是个烦恼 对方在起贪嗔痴 我们只有悲心 所以佛子行三十七颂五 还要我们对整个生命去思维 对所有众生去慈悲 他告诉你 一样一样的回光返照 就像各位每天读心经 每天念阿弥陀佛 那你就是要 让自己心 你回到空性 回到菩提心 回到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在你心里面 你有极乐世界的因 才有极乐世界的果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等死了 是你现在就有 克制烦恼的能力 虽然烦恼来了很痛苦 但是我赶快转念 念一下 来 转烦心为佛心 转妄念为正念 转五着恶事 为极乐世界 你要赶快转掉 就像各位开车会转弯 要转下去就赶快转 就不会转下去了 所以你的念头 一起分别一些 你要自己知道 我这样讲是 希望各位千万不要 利用宗教来麻醉自己 我在拜祀 我每天在奉心 怎么还会破诊 那我每天在奉心 还会破诊 我在保识 还会了解 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 这动机不是出离心 也不是大背心 是一种私心 为自己 求 那如果你有私心 那当然佛法就没力量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位法师 既然出家了 什么叫 法师 因为我们深口意要代表法 每一个动作 走路 讲话 都是在 在慈悲 就可以 没有大 没有小 你在台上做主唱 我在底下敲法器 法器比我声音好听 所以你用慈悲心去敲法器 众生觉悟了 众生断谈成词了 这个声音好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 你不能有分别心 就像我们大家坐在这边 来 你也再来 庄严法会 摄影机在拍 拍拍拍 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功德 你坐在那种面 很慎心 等一下你就上镜头了 哎呦 这个很庄严 听佛法 听到老脆弱 太好了 所以每个人都在加入功德 因为我们要超度 这么多众生 刚刚我先去地藏店 我们这边钞票不多 就是牌位多 牌位就是我们的功德 太好了 不用钱的 剩下多的 但是各位也不要有这个贪心 不用钱的 剩下多的是足弊 不是贪心 然后我们就写多一点 哪里苦难 哪里灾难 像我早上也写了一叠 我从不丹泰国回来 替他们写 再来我要去马来西亚 新加坡 英国 德国 我继续写 报纸所有看到的 那这些死亡者 你要一直回向给他 这边病哭者 你要替他们消灾 念一下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们随时 只要被你听到看到了 你都要大慈大悲 所以不管你现在站在哪里 坐在哪里 对面那一户人家 回向给他 摩托车经过 回向给他 天上的鸟 回向给他 验所有空中众生 陆地众生 水上众生 都得到佛法的加持 所以你保持这个悲心 在念佛 所以我想 不分在家出家 大家身为一个佛弟子 要有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必须成为 你从你的心态 行为 态度 表现出来 清静与慈悲 不管你今天坐公车 开车 骑小拉车 路上走路 到哪里 一个佛教徒 要让别人感受到 因为你带着炼珠 在买东西 就不要给人家乱丢 你带着炼珠 炼珠去餐厅吃东西 那你要把人家收好 桌子弄好 因为时时刻刻 都有人在看 至少有护法神在看 什么叫护法神 你有法 护法神就护诊 你这辈子不用烦恼 没有障碍的 因为护法神 就是要保护你修行 他才有功德 所以这个法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你私底下也是如此 在别人面前更是如此 因为你会影响别人 请问一个人 自己在家里念阿弥陀佛 会不会影响世界 会啊 这个佛教讲空性 空性就是互相影响 互相依赖 你的念头 一直在影响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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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要时时刻刻念一下 大转法轮 大转法轮是从心态 因为佛法是心法 佛陀留在这个世界上 是他的心灵的力量 法身 所以你内心跟阿弥陀佛相应 哦 你的愿力跟观音菩萨相应 你的慈悲 那自然你就跟诸佛菩萨 接上线 我常做这个比喻啊 各位 天上这么大的太阳 力量这么大 小小的镜子 可不可以反射 马上就可以反射 水如果清 月就明 我们的心清静 有虔诚 月亮就显在你的心 那你的月亮 也会显在别人的心上 你也可以反射给对方 太阳照在身上会热 慈悲回向给对方 会有加持的 智慧会给对方 像清凉剂一样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一个人发心 哇 世界会震动 发菩提心 是消除自己 跟世界业障最好的方法 这个地球上 哪怕全世界人 都在杀到云忘旧 请问你一个人发菩提心 站在这个地球上 能不能消除地球的恶业 可以的 可以加持这个地球 因为最强的心 那就是菩提心 大悲心空性 为利益众生 那你要如何让自己 保持在这种菩提到次地的观念 所以三十七颂不是 哪一个前 哪一个后 而是 每一样你都要做到 而且各位一定要把经典当作戒律 看了就要去实践 你比如说经典归经典 我国我 个性归个性 佛性归佛性 那是阿弥陀佛 那我不是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就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惭愧心 好好学阿弥陀佛 你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说 这是我的个性 这是我的想法 修行人没有想法呢 归一法 要有佛法 没有想法呢 我讲这个严不严肃啊 是很严谨的 各位一定要去做 不然的话 那就算你出家了 对你也没意义 法没有入心 出家还是烦恼啊 在家虽然没有出家 但是你法入心快乐的 观自在菩萨 所以 这一点一定要去思维 我们的心 如果安住在佛法 在内侧 以法相应 所以我们的心跟法相应 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行为 那就是佛法的流露 一平一笑 一个动作 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请问一个大悲心的人 倒一杯开水给你喝 好不好喝 大悲甘露 就像佛陀那样一杯开水 今天晚上你回去做梦 师父 我望着观世音菩萨 咆一杯水喝喝 你欧波很大 你去喝就观音感露 同样的各位 你有大悲心 倒一杯开水给人家喝 那就是大悲甘露 你有大悲心 把这杯水泼出去 那些恶鬼道能不能超度 马上超度 因为你有大悲心 那各位 大悲心要不要钱 不需要 但大悲心会不会变成很有钱 当然了 慈悲就是财富 你大悲心 这些护法神都来帮助你 因为有大悲心的人 做的都是利益众生 护法神 吉马不努力 替我做功德 所以 那你如何让自己保持这种 无私平等的大悲心 这是消除 业障 痛苦 烦恼 病苦 最好的方法 贪嗔痴慢疑 就是因为没有悲心 才会贪嗔痴慢疑 所以一念阿弥陀佛 就是一种无私的大悲心 一念阿弥陀佛 这种平等的大悲心 你保持好 那所有贪嗔痴都没有了 一对鱼子没得到两个人坐 意思是说 当你有慈悲心的时候 恨就不会进来 当你有贪嗔痴的时候 悲心就不会进来 一致不可能两个人坐 你也不可能一心二用 所以叫一心念佛 你只要保持大悲心 念三十七颂 念菩提道次第 念地藏经都可以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念 就是要保持 佛菩萨的悲心的状态 保持佛菩萨的 智慧的状态 所以这样在念诵 而且三十七颂 有这么明白 简单清楚 但是各位 你千万不要说 念跟我没关系 念我就要做到 我就要回光返照 这个叫念下来 照镜子 照法镜 用真理来回光返照 那你就会有法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 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爸爸往生了 你帮我超度 我说你就可以超度了 你有孝顺心 你去送地藏菩萨 发地藏菩萨的悲愿 这样能不能超度他的爸爸 保证别人的爸爸 你都顺便超度 就像地藏王菩萨 发菩提心的时候 跟他妈妈 同在一起地狱的众生 一下通通升天 地藏菩萨一个人发这个心 同在地狱的通通升天 所以心灵的力量 不可思议 那所以各位 为了要让自己保持这种 清静心 再念一次来 念佛 念法 念身 保持这个正念 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 所以有时候 我跟别人在谈事情 他一直跟我谈世间法 对对错错 我说这样不能谈 你佛法 是不是有这个心态 这个行为 你要这样来看 你不能找借口 找理由 大小虾 想要把它压住佛法 那不行的 佛法是永恒的真理 我们每个人都皈依了 我们要用生命 共同遵照佛法 这样可以 所以大家问我问题 对对错错 不是我回答 不是我主宰 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要我们这么做 所以我们这样决定 而不是听我的 也不是听你的 这个叫念下来 静行寿 献生命 归一法 所以以后各位要多了解佛法 然后你才会去面对 世间所有的苦难 而且可以成为苦难的老师 你女儿失恋了 那你要跟她谈谈佛法 这个时候你念念 普门品 观音菩萨 加持你的心 不要苦恼 进一步念念心经 金刚经 让你知道万法是虚幻的 对不对 不要有这个男女的执着 那你就是法师 这不见得说你要去找谁 但是你平常有在修学佛法 用佛法指导自己 用佛法引导别人 这个叫什么 来 菩提撒多 菩提心是究竟的佛法 以菩提心来引导自己 叫菩提撒多 以菩提心来帮助友情 叫菩提撒多 叫自立立大 自己发菩提心 也引导众生发菩提心 念一下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称 劝进行者 我们自己发菩提心 也要断恶修善 深信因果 自己多了解大称经典的精髓 也要劝人家发菩提心 用菩提心来生活 但是这个五卓二世 你跟人家谈真理的时候 要有缘才行 没有缘 听不了真理的 佛度有缘人 所以不要勉强 但是我们把缘分布出去 把善缘布出去 希望他有机会 能够接触佛法 那什么时候他会接触 那什么时候他会接触 苦的时候 失恋的时候 得癌症的时候 有可能 所以你的儿子要吸奶 你为了让他成长 要不要断奶 断奶他会哭 哭三天就不会哭 后面就有巧克力了 但是你放不下 不行 最近有个妈妈说 师父怎么办 我儿子六岁了 还在吸我的母奶 叫来我跟爸爸 还有别的方法 不要理他 让他哭 哭久就不会哭 但是你放不下 多丢脸 六岁了 小男生还在吸母奶 那是因为你放不下 你跟你儿子说 妈妈得乳癌了 所以方法 有各种方法 那你放得下就没问题 放不下就把他扒了 这就是爱他 希望他好 痛 现在痛没关系 以后不要生生世世痛 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 小爷长 现在痛没关系 了解吗 痛完了就不会痛 如果你逃避他 安乐死 你现在不痛 下第一个二轨道 将来那个痛更痛 这个业 谁也偿还你不了 自己要偿还 所以业像滚雪球一样 一块钱 今天你不还 明天变两块 后天变四块 再来变八块 天哪 太恐怖了 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 不好意思 谢谢 各位 八道要不要 有个来 是要来吃中道 吃完就要走 佛式的素食是有加持的 那我们现在做食供养 好不好 请翻到 第四页 所以我刚刚叫各位 请各位翻到 佛此行三十七顺 事实上我就在讲这里面的内容而已 那这些内容如何活用 活用 活用到我们的生活 活用到对待整个世界上面 要佛经要活用 你不要嘴巴很会背心经 然后呢心情很不好 那你就没有用 嘴巴很会念大悲咒 然后该生气就很会生气 哪有大悲咒 所以念大悲咒 要牵手牵眼这样 大慈大悲 请翻到第四页 今天是十灾日 也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月 所做功德 念下来 一千亿倍 今天多念 那各位今天能够保持一天的 慈心悲心菩提心 消除罪障一千节 可能各位没有受傍晚宅界 但是各位 菩提心就包括了出离心 晚上为什么要吃饭 是为了度家人 为了度众生 那可以 那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你不吃饭 众生没得吃 对不对 你吃饭拿来 布施施食 味道供养给众生 自己有出离心比较重要 当然如果能够 自己一个人住 那你就可以过五不食 那如果跟家人 各位是有家庭的人 那你总要借机会 度度对方 而且要视线 更要慈悲 第四页 来 一心齐勤 诸佛菩萨 慈悲降临 护法善神 同享功德 我为累劫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动物亡灵 受苦有情 做大供养 愿父母众生 同享功德 同生净土 恩阿佛 那希望各位 要扩大自己的心量 大悲无量 对诸佛菩萨虔诚 感恩护法善神 跟所有六道友情 父母祖先 都是我们的父母祖先 愿他们离苦得乐 一点都不自私 把自己的生命 融入到太阳 融入到土地 融入到众生身上 这个叫什么 来 你也讲 正的法界身 你生命有空性 所以我生命在你里面 这个石头土地都有空性 所以我也是空性 完全融在一起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破一切相 断除一切 隔阂 让我们心 佛众生 世界 合为一体 毫无差别 将生命为不为大 永恒的生命 叫法身 肉体会死亡的 法会会结束的 但是真理永远存在 好不好啊 永远慈悲 永远虔诚 保持这种伟大的心态 不管你在骂我 你都是在念佛的 不管你在念什么其他宗教的 听起来都是大悲咒啊 所以要让自己呢 能够超越一切 融为一体 保持这个心态 然后呢 你这样子上供下施 回向给六道众生 同享功德 每个人都做供养 好不好 唱得大声的 稍等吃饭吃的 那你声音才会消夜这样 好不好 骂人没声音 念佛很大声 讲经说法 可以 聊天 不要 罗里巴说 不要 所以 那是各位要念习 唱诵大声一点 好不好 那我们敲法器 敲钟 等一下要敲钟 打破地域 敲骨 超度动物 敲云水板 念一下 来 鸟群升天 恶鬼离苦 敲云水板 敲木鱼 敲木鱼呢 所有的海鲜水产 得到超度 所以 瞧饮庆 大家断烦恼 发菩提 最重要是你的 慈悲的声音 好不好 念大声一点 地球上 所有友情 都在供养 好不好 所以你要念出来 要念大声 修行人 要跟他敲骨同样 要叫我大声 恐怕没声 但是要念佛念法 大声要大声一点 然后这样 可以给激发自己的 这种菩提心 不能点点 点点 都没在导重心 我是声音 没得到大声 没得要念麦克风 能够念到 不用麦克风 用佛性去念 就不用麦克风 你看 释迦摩 你佛一讲法 每个人都 刺到他的心里面 管你是哪一国人 你都听得懂 因为佛陀是用 空性说法 超越原文字 所以 那就要有大悲心才行 我爱你 我爱你 又这样 一路 再次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侯 我爱你 我爱你 你都可以 你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I am Dr. Wang Huixieng. Handwashing is crucial to preventing COVID-19. It can protect us and stop transmission by the hands. When outside with no access to water, you can use hand sanitizers with 60% to 80% alcohol to disinfect your hands. Remember, apply sufficient sanitizer. Wash hands properly, palms, backs of hands, between fingers, fingertips, wrists and other areas. Scrub for at least 20 to 30 seconds to ensure hands are clean. As a reminder, when visiting a health facility or public space, when using public transport, before eating and when donning a face mask, you must clean your hands correctly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keep disease away. 可是 I am not happy enough to do this. The only one thing that is more of the important health facility is to survive. When visiting the North of Khaang and Saale-khaang, Khaangis 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Khaangis. 就在树林很有名的一座大同山 那么海明寺所坐落的这座山 叫千峡山 所以我们也常说千峡山海明寺 因为在海明寺一早可以看到日出东方 常常会看到在光照当中 呈现出千道的这个彩霞 所以名为叫千峡山海明寺 那海明寺的一个创立的因缘 是在民国四十九年 这是跟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有关 那么在民国四十九年 当时台北市的市长黄启瑞市长 黄市长他在市府仓库里面 有一尊观音菩萨的圣像 他是一个青铜座的一个观音圣像 那因为这个黄市长 他希望为这座观音像寻找一个去处 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 这个黄市长联系到的这个雾明长老 后来这尊观音像就被请到了 这个雾明长老所住持的这个大别院 那也就在这个时候 在海明寺的县址 这个周虹城老居士 他年纪也很大了 他也希望说将他很心爱的别墅宣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透过这个辉业老法寺的一个因缘 他们介绍了这个雾明长老给周虹城老居士 周虹城老居士看到了我们长老 他就有满性欢喜 在民国四十九年就捐了 目前我们在海明寺这个圆通宝殿 所坐落的这座山头捐出来 那就是来离请雾明长老来这边开山建议 这是海明寺建议的因缘 海明寺最早的这个大殿 就是这个圆通宝殿 宝殿它原来是一个就是一个砖头 有三个拱门三个弧形 这个就是周虹城老居士捐赠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包括两边的这个厢房也是都是如此 我们经过六十年了 我们一直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原貌 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圆通宝殿 在圆通宝殿我们上面看到一块匾额 这个匾额上面写着海明寺 就是中华民国四十九年 是由刘启光先生所捐献的 请张道化先生来提这个字 我们现在一起来进入这个圆通宝殿 我们在圆通宝殿所供奉的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 它是同职做的观音圣像 那么这个圣像呢 它是在昭和二年十二月 也就是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时候 是山口玄洞跟他的夫人郑子 他们来发心来捐赠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 那铸造的地方是在京都 士丁 那铸造者呢 就是高桥财治郎 他所铸造的 所以这个圣像 到现在已经有94年的历史 94年的历史 那么也是非常的庄严 非常特别 那我们这尊观音菩萨像呢 奉请到海明寺来供奉之后呢 我们稍微做一个整修 一直到107年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修 那么这个整修呢 我们也特别请京都的这个 做这个贴博的师傅呢 请他们住在海明寺 然后花了一段时间呢 然后重新再把它这个贴金博 包括这个佛刊啊 等等也都是从京都那边再做过来了 所以等于重新再做一个大大的一个整修 才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茂 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庄严 周围墙壁等等 包括供桌都是块木 都是块木 那在这个天花板上呢 我们就以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所手持的这个法物为主 配合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的一个文物 来呈现 这也是我们这个云洞宝殿很特别的地方 总之呢 整个宝殿呈现出观世音菩萨 它是过去正法名路来献定观世音菩萨 那它为了救助众生 然后它所呈现的种种的一个慈悲跟智慧 展现在我们诸位的眼前 众生能看到观世音菩萨法相 能够心生伐喜自然产生了一种礼静 同时也能够更来笑血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慈大悲的一个精神 我们开山物工牢上常常勉励我们说 大慈就是给予众生幸福快乐 大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烦恼 这个也就是我们牢上物工长老 他来专宏的观音法门 海明寺的开山就是商务下面老和尚 第二代住室呢就是我们开山监院 上炉下道 炉到法师 第一个东西就身体不好 散散了 还带这个危险 那时候就是我如果收开了 观音室收开了 楼上我的理事夫 听着说我去开山监院 他做我的理事夫而已 去开放家天哪有何苦加高 我说哦 老师傅你很自卑 我只有一只街主而已来看我 他说 老师傅你收拾了 还要经养 要经养 你到观音室来经养 效忻 这样还发得很感动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民园 海明寺的开山纪念堂 就是我们纪念老和尚来这个开山 那么这个开山纪念堂呢 这个是我们广元长老 他所提的字 广元长老跟我们老和尚的姻缘非常深厚 我们开办佛学院的时候 就请广元长老来这边来担任佛学院的老师 因为地缘的关系呢 经常呢 我们老上会请广元长老呢 来海明寺这边来给我们开示 那我们纪念堂目前这个建筑物 包括两边的这个厢房呢 在老上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建设完成了 当时呢 老上建设这个地方 也就是希望说 一方面也给他 他年纪大的时候呢 有个地方可以安养 同时呢 我们常住身重年长的地方呢 也可以到这个民园这边来做安养 但后来老上呢 一直没有来这个地方使用 他还是比较习惯 住在他原来住的这个厢房 在老上元级之后呢 我们就依照老上的遗嘱 那么他老上吩咐我们要用做钢的方式 那事实上他做钢的钢呢 他在20年前 他就自己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到老上元级之后呢 我们就依照他的遗嘱来做钢 上广下园长老 广延长老来给我们指导 来给我们指导 所以我们广延长老就知道我们 完成的这个做钢的程序 那广老他能够指导我们来做钢 也是跟慈堂菩萨有关 当年呢 乌宫老上就带着 比较年轻的这个广延法师呢 来参与这个细子 我们台湾第一位肉身菩萨 慈堂菩萨的一个做钢 所以老上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广延长老呢 也在旁边熏悉 所以老上做钢呢 也就由广延长老来给我们指导 我们完成了这个做钢的仪式 这个开山经验堂呢 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老上做钢前面 有这尊蜡像呢 这个蜡像呢 是老上在九十松兽的时候 它有个地址 发心了 它做了一尊蜡像 来供养我们老上 所以这个蜡像呢 我们就共互在老上做钢前面 经验堂两边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由我们李前副总统呢 他所亲自写的末宝 亲自表好送过来的 在我的左边呢 直接拨了波罗蜜豆心经 那老上元吉之后呢 这个我们李前副总统呢 他也亲自写了嫩言经 这个观世音部下云通章 前段跟最后末段的一个金钥 他写成这么一段文呢 也是写好之后 亲自表好送过来 在老上元吉之后 一年呢 那我们又特别请这个赞导士 就是现在世界回教生学会的会长 姚东长老写的一个老上的 一生的行义的一个悲鸣 文字呢 也是请广元长老呢 他用毛笔是写的 这是在老上元吉之后 我们又举行一个这个 这个悲鸣落成的一个仪式 那因为老上的悲愿呢 他有讲过 若有众生呢 与我钢前呢 以大悲水 诚心祈求必满祈愿 所以我们依照老上这个遗嘱呢 我们做好钢 我们安放在这个开山经历堂呢 我们每个礼拜六的上午九点钟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有前程的礼拜大悲惨 从元吉之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都没有间断 所以我们一直呢 来奉行老上这个 专修观音法门 这样一个精神 来跟众生结缘 所以老上常说呢 我们要消解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慈大悲的精神 大慈给予众生幸福快乐 大悲拔除众生的痛苦烦恼 就是我们以这个 将心比心菩萨心 所以我们这个观音法门 就是内观自在 十方圆明 外观世音 寻生救苦 自从墨学呢 回到自己的家乡 担任海明寺的这个住室之后呢 我们在第二年呢 就推行这个 这个绕境齐安的活动 结合了 这个镇南宫千岁庙呢 还有我们 施工所 现在的曲工所呢 来推行这个 树林之美新村家领华灯会 那这个灯会也已经 从三阳开泰 绕境齐安 到今年这个 扭转乾坤 福田新庚呢 整整有十九年了 一个历史 透过艺术 跟众生 跟大家有更亲切的一个结合 结合 那将来 我们海明寺呢 可以说教育文化慈善 这个方面 那老婆上 也不断的 在各个 不管佛教所 创办的大学 几乎每一所大学 他也曾经 开捐一千万以上 所以将来这个 教育的工作 跟慈善文化的工作 我们还是 依序老上过去所做的精神 能够再继续往前 甚至呢 我们希望 在嘉义 发扬广大 那因为 也经过将近 三十年的历史 所以后来 我们在 整修这个大电 这个补强当中 发觉 某些结构 还是需要 在嘉义强固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大电 能够走向一个 具有美术馆 跟博物馆 那种性质的 那样功能的一个大电 同时当然最重要还是 大家可以来这边 以佛拜佛 礼颤 诵经 庄严的一个道场 就变成一个 比较多功能的一个大电 那因为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做一个 整个加强结构 将近要花两年的时间 希望未来海明市 会这个大电 会越来越庄严 那我们每一年 都举办的水陆大法会 应该在今年的年底 就可以来推展 但是一个大电的 一个整修 需要相当多的一个 经费跟资源 我们也很盼望 此方善信 我们随即来发心 来让这座 老上心情耕耘 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道场 能够更加的庄 发挥更多 红爬立身的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慈悲的佛法